今天我们在这画一个段路 看看牛看到会有什么反应 现在咱们先画一条直线 现在我们把这个段路的高度画一下 刚才我淡淡的画成虚线 现在我们给它画重一些 这边也是 然后咱们把线给它封一个口 口给它封住 我们在上面再给它开一个洞 画一条线 这条线要和这条线平行 我们先画一下 画到这以后 这边这条线要和上面这条线平行 这边也是平行 这个洞画完以后 咱们把这个侧面它的厚度给它画一下 多余的咱们就可以拍掉了 群体打完以后 我们给它上一下颜色 上面颜色稍微重一些 下面颜色越来越浅 这种慢慢的渐渐下去 往下越来越浅了就 等一下可以打了 下面也是 还是要往下越越浅 我们可以打开 在外面的上边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拿到 就应该能够了 再用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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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再用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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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都画完以后,咱们把洞里面侧面给它画一下 侧面的颜色稍微重一些 尤其卡边缘的地方一定要重一些 然后往这边,颜色越来越浅 慢慢的居过去了 下面这也是 上面这一定要重一些 所以这上面是这个厚度的影子 所以画的时候要重一些 好,下面继续画下来 这个桥洞里面因为比较深 所以这块颜色一定要重一些 颜色重的话才能伸进去 所以咱们画的颜色稍微重一些 然后往下越来越浅颜色 因为再往下的话,然后快出洞口了 所以颜色越来越浅,有阳光照进了 还有这张,側面的影子也画下 側面的影子离这个线地方重一些 往外,越来越浅颜色 咱们把这些明暗一画就可以了 其实很简单 现在我们用浅颜色 现在我们用浅颜色 浅颜色的亮部画下 轻轻的蹭一下,不要太用力 这一圈稍微蹭一下 还有这上面 还有这侧面咱们也画下 上面咱们要画下 上面把亮部画完以后 这两个面就彻底区分开了 上面画的稍微厚一些 宽一些 现在我们用白色 把它的高光部分都画下 随便蹭一下 两边咱们给它塗装黑色的 在这里面也是 在上面也是 这后咱们还是用白色 用点粒 把这个边稍微描一下 在这块 上面也是用白色 把高光画颜色重一些 这样这个段路就差不多画完了 但是能够把那个 太多的接触 就有很大的 有点 就好 小面有点 就好 看 这一大部分 有点 在这一步 这一步 这一步 是 这一步 好了 它的浮花花完了 感觉怎么样 要是感觉还可以的话 在屏幕上帮我点一下 现在等一下牛 看看牛看到会有什么反应 谢谢大家 全是在扭作的